今年第六號颱風卡努的話 今天上午的八點的位置是 而然比的東南東風大約1300公里的海面上 那強度上未來還在出現的增強當中 預計大概明天的話是有機會增強 一個中度颱風的一個等級 那至於未來的路徑的話 大致上會比較先以偏北北西的方向 然後再轉西北的方向 大致上在一號左右的話 會先通過琉球群島這邊 然後之後往東海 然後再往長江口這個再接近 目前來看大致上在一號二號這段時間 可能相對離台灣會比較近一點 週一跟週二跟週三這兩天的話 就會受到這個颱風的外游環流的影響 所以在週二的話 主要的雨區主要是在偏向在北部地區 然後再來是南部地區 那週二這一天的話 風向上是比較偏向北風到西北風的一個形態 那到了週三的話 隨著颱風慢慢的往東海這邊靠近 風向上在週三會慢慢轉來比較偏西南風 所以週三的話 主要的降雨的區域會比較偏向在中南部地區 會有點局部的短暖陣雨 那北部地區相對來說到了週三的話 降雨會比較稍微比較零星一點 那至於東半部的話在週二跟週三這兩天 大致上是多零的天氣 比較偏向在午後在山區 可能有點局部的短暖陣雨 到了週三週四之後 四五六這三天的話 風向上會轉來比較偏西南風的環境 所以到時候在中南部地區的話 降雨機率到了週四到週六這段時間 就會比較明顯的偏高 在中南部地區 整天都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暖陣雨 那其他地區大致上是比較偏向多零 午後有局部短暖雷陣雨的天氣形態 2014年 就位來了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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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